字幕志愿者, 我們在家做手作 很多時候都會用到玻璃 也有時候要去切玻璃 聽到也覺得危險 不如這樣吧 我們介紹一些安全又輕鬆的方法 讓觀眾在家裡都可以做到 的確, 玻璃在家裡經常都會用到鏡子、窗 但它可能尺寸不太適合 其實玻璃的價錢也相當便宜 所以沒理由經常都會買 不如我今集教大家如何切玻璃吧 好啊 我們需要的工具就非常簡單 就是玻璃不一枝 前面這裡有個非常硬的金屬切割頭 我們需要倒些重磁水 或者潤滑液的方便切割 以及可以保護玻璃的位置 通常都是我說, 就等你嘗試 那這些當然了, 讓我們來吧 有幾大塊, 夠不夠? 夠了 夠了嗎? 只用一杯剪 好了 好, 現在切割完了 好, 用一枝木條攪著玻璃 然後最重要的步驟就是運工 是不是有型瀟灑? 是, 有型就有型 不過, 使用玻璃筆的時候 有一點注意的事項 通常我們切的時候 都要一筆過, 由頭到尾 儘量不要翻手 因為我們看起來好像同一條線 但隨時可能是幾條線 所以記住, 炸低一點, 一筆過 有時候拍的時候 輕輕手, 別欺負自己 最重要是戴手套 澤Sir, 但有時候喝完酒 酒瓶真的很漂亮 丟掉了真的很捨不得 有沒有辦法可以做玻璃杯呢? 沒問題的 有時候的威士忌瓶的確很漂亮 這樣可以用這個機器 在這裡開一刀就行了 放在這裡, 壓住它 然後順道推 這個機器是專門為玻璃杯而切的 所以方形的是不行的 只是圓形的水樽 可以轉動的東西 對 現在呢, 你看到了 可以切到一條直線出來了 如果切了一個疊痕的時候 就算失敗了, 那就不行了 加完之後, 要做玻璃出來 我們還有一些小道具的分別 是有這兩個橡筋圈 我們會前後套住它 而令到中間割了那個位置 局部的地方受熱 來, 等我做給大家看 好 現在就是中間這個位置 我們會套住它 你可以倒進去 水很燃熱 你看到裡面, 整個圈圈跑出來 很圓, 很圓滑 對, 整個圈圈已經看到了 好, 這時候就很容易可以… 你看看, 很圓滑 但我們也要去打打磨 對 玻璃分兩種, 強化和非強化 記住, 強化玻璃是不可以進行切割的 另外, 碎玻璃做完的時候 記住拿紙皮包著才好 否則可以刺傷你自己 或者是清潔潔潔潔 繼續做過程就是這樣了 以後大家都知道應該要怎麼處理 不過提醒大家 最重要就是小心為常, 好嗎?